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過去一段長時間 英國首相約翰遜一直不肯全面封殺華為 而且還容許華為有限度參與英國5G網絡建設 但到了昨天 有英國媒體報道 說約翰遜終得起心肝 決定要在半年內和華為一刀兩斷 根據英國每日電信報的報道 英國官方正在草擬提案 建議在未來六個月內 將華為從5G網絡建設的合作名單中移取 並且同時還要加快 淘汰現有的設施當中所有華為設備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 在這星期向約翰遜提交了報告 他們曾經評估過 說使用華為設備的風險 是可防可控的 但現在就決定改變這個評估了 隨著美國加強對華為的制裁 禁止華為使用含有美國技術的半導體 令華為要採用一些不可信的科技 故此使用華為設備的風險 變得難以控制 於是就告訴約翰遜 不要再採用華為設備 但為何約翰遜忽然會變得這麼順滩 肯採納國家網絡安全中心的建議 在三四個月之前 他曾經中過母肺 病得五顏六色 又曾經隔離 又養病 當時已經有英國媒體傳出消息 說他的內閣很多成員 都主張要封殺華為 但當約翰遜復出時 他一錘定音 說決定要將華為參加英國5G網絡份額 又降至三成半 他仍然要保留華為在英國的一點血脈 不肯清零 但現在他一聲令下 就說要在半年之內對華為一刀兩斷 究竟有甚麼因素 會驅使他作出這個決定 可以分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一定是說美英貿易談判 實情美國一直都已經向英國施壓 叫他不要再使用華為的設備 不要讓華為碰手5G網絡建設 但約翰遜當時都不肯去完全排除華為 只是應付式地膚顯一下 比如說 將華為的參見份額降至三成半 或是等華為去參與一些相對沒有那麼重要的建設等等 但始終不肯將他完全排除 究竟甚麼因素驅使他現在肯去一刀兩斷 就是內部因素促成 就是保守黨的內部壓力 因為保守黨的下議院議員 一直都覺得 你這個約翰遜 長期來說對於中國的態度是不夠強硬 是非常軟弱 故此保守黨的議員已經警告約翰遜 你再不向華為採取更加強硬態度 他們就會在議會內 直接來採取行動 繞過約翰遜 到時 你整個內閣就急急可危了 保守黨前黨魁下議院議員施智安 已經組織了59名保守黨議員 組成了一個華為問題關注組 他就說除非約翰遜內閣肯真正堅定帶頭 否則國會就會僭越 直接來做事 所以約翰遜現在也是被迫 要向這些黨內的同志低頭 但約翰遜自己接受訪問時又說出另一套 總要有些門面的原因 他就說北京制定這個港區國安法不能接受 亦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和公民社會造成寒蟬效應 他就暗示香港的問題 會影響華為參與英國的5G網絡建設 因為英國不想看到他們關鍵的國家基礎建設 以任何方式被潛在的敵對國家供應商控制 故此他們必須仔細地考慮如何進行 他口中所說的潛在的敵對國家就是中國 現在他一拍板說要封殺華為 不單止回應了美國方面的壓力 亦都回應了保守黨內部的壓力 所以其實就是一石二鳥 到底他之前為什麼這麼堅持 是不是牽涉到他個人 或者是他一些親屬的利益 那就真是不得而知了 沒有證據那些我都免得說 但無論如何也好 約翰遜今次的拍板 其實也是標誌著 英國是正式歸隊 因為不管是他今屆的韓信政府也好 或者是上一屆的文翠山政府也好 其實他們都很想在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大國之間 徘徊來撈取好處 但現在就不需要再這樣做 亦都沒有事情再好猶疑 不需要再顧忌著對華經貿利益 因為現在就在中美之間 作出了一個明確的抉擇 就是選擇了靠攏美國 所以五眼聯盟的關係 始終來講 因為有歷史的基礎 故此是較為穩固 只是單看五眼聯盟的國家 背後如何協作 共同分擔接收香港人的道義責任 便可見一班 較早前 英國首相約翰遜 他也曾經作過公開的呼籲 就叫所有英聯邦國家來分擔這個責任 當然 其實是沒有太多人採取的 其實是 首先就算有人採取他 那些窮國就算肯理他 香港人都不會肯去 但那些有錢的 比如說新加坡 他又不會肯免費接收 所以他這個呼籲都是廢的 到最後 其實來來去去肯採取他 就是只有美國、澳洲和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都是在車邊保底 保漏 他都不肯去大規模接收 當然紐西蘭可能基於他的人口比較少 那個地方比較少 所以他暫時不為所動 沒有動靜 遲些會不會有就不知道 反正英國 他在喊天喊地喊得動的 就是五眼聯盟的國家採取他 除了英國歸隊以外 法國方面又緊隨其後 法國國家網絡安全局局長普柏爾說 雖然不會全面禁止使用華為的5G設備 但又會鼓勵 現時不是用華為設備的電訊營辦商 不要再投向華為那邊 由下星期開始 申請使用華為設備建設5G網絡的營辦商 如果沒有獲得明確的授權 而且在法定最後限期之前仍未獲得回覆的話 可以視作申請被拒絕 這位局長解釋 作出這個決定 是要維護法國的獨立性 不是想和中國做敵人 絕對不是要針對華為 也不是搞種族主義 只不過歐洲的供應商和非歐洲的供應商 風險是有分別的 實際上法國試圖想在對華貿易利益 和法國的通訊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只不過 這個局長的解釋 有些肉蓋離張 你又說要維護法國獨立性 又說歐洲供應商和非歐洲供應商風險有別 即是你言下之意 第一 使用華為5G網絡設備 比起使用愛納信或諾基亞設備 風險是比較高的 第二 就是使用華為5G網絡設備 是會影響到法國獨立性 否則 你也不需要勸電信營辦商 不要再使用華為設備 到最後 如果法國真的把通訊安全 放在第一的優先考慮 一樣是要歸隊的 非盟總部大樓事件 就已經有前居之鑑 最後就想說一下印度 英國就把華為5G網絡設備封殺 現在印度就把中國的手機apps封殺 於是就造成一個很大的空白 尤其是 這個抖音在印度是非常熱門的 現在印度就自己做了一隻山寨的抖音出來 而且錄得了超高的下載量 實際上印度在這方面是說得出做得道 是有骨氣的 說跟你脫歐就脫歐了 而且在這方面 脫歐的成本是比較低的 比如說你要做一件產品出來的時候 如果你要完全跟中國脫歐的話 基本上你要將整個供應鏈 是要從中國撤出 或者是要從其他地方進口的零部件等等 但是 你純粹說一隻手機apps 反正印度總理莫迪都拍一張 說不用你這個抖音 你要填補空白很簡單 你就把山寨的抖音出來 實情這一招就是什麼呢 就是以奇人之道還治奇人之身 中國經常都用這些招數 首先就是封殺了你的apps 比如說Twitter 完全在大陸不能上得到 要通過VPN翻牆 然後自己山寨了做一件微博出來 是類似的東西 然後推出市場給國內的用戶使用 現在印度也是反操作 這樣搞法 到底它有沒有違反 世貿組織的規定呢 我真的不懂 我不是專家 但是它這些招數 肯定就不是原創的 現在印度就在手機apps 這個範疇和中國脫歐 實情的可行性是極高的 因為你搞了apps出來 很簡單 有什麼成本 第一就是開發的成本 第二就是營運的成本 反正你也是搞一個平台出來 開幾個伺服器 開發成本都不用了 它擺明就抄了 故此 現在印度就是肥水不留別人田 反正現在它就是自主管理 收回所有管理費 手續費 諸如此類 就不需要再假手於中國的抖音apps 同時也是配合印度總理莫迪 所提倡的印度製造計劃 故此中印邊境衝突 最大的犧牲者 都可以說是抖音 因為根據這個估計 抖音如果失去了印度市場 是可以造成60億美元的損失的 當然除了抖音之外 那些依靠抖音而上位的印度網紅 亦都是同時做了賠葬品 他們就需要去一個山寨的抖音那裡 重新發展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